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女性人口吸烟率由2000年16.2%降至2020年7.8% 吸烟率的降幅较男生高 不过国建署指出 110年国人吸烟行为调查结果中却显示 我国18岁以上的女性吸烟率由民国109年的2.9% 上升到111年的3.7% 特别是国三开始 一直到高三年龄段皆有微幅上升 女性吸烟已成为需要关注议题 因为这两年 我们发现我们的成年的女性的吸烟率 还有我们青少女的吸烟率 那么是有一些上升的一个趋势 那么为了呼吁大家能够避免烟害 也能够尽量避免接触烟品 那有吸烟的这些女性 我们也提供了多元的吸烟服务 那有多种相关的管道来提供大家 也希望大家能利用 所以来特别安排今天的一个记者会 那从整个统一看起来 我们整个成年人也好 青少女也好的先例上升 最主要的那个烟品还是在于电子烟的一个吸使 那也在这里呼吁我们国内目前是没有合法的电子烟 未来也不会有合法的电子烟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媒体们帮我们都先导 111年的这个承认吸烟行为调查 刚刚署长提到的 女性的吸烟率从2.9已经上升到我们的3.7 那这个部分我们特别也关注到说 我们这个国高中的女生 特别青少女的部分吸烟率也有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所以要关心一下特别是在国三高一高二高三 就开始这个吸烟率有微幅在做上升 所以成人女性里面又特别是在30到39 还有40到49岁 特别这一块是兼顾着城上要照顾我们家中的长辈 又要带我们的家庭的小孩的这个年龄层 那特别是经济的主要的资助 我们也希望不管是女性或者这个年龄层的男性 吸烟率都比较高的时候能够来做戒烟 那让我们的这个小孩跟家庭的成员可以免于二手烟害 那这个数据也跟大家分享报告一下 有关于这个吸烟率的部分 特别颅列颜色的部分就是让大家知道说 青少女在这个电子烟的使用上 也是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的 那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透过教育部的管道 还有我们的很多网红 还有相关多元行销宣导的管道 来让我们的孩子知道这个电子烟的相关危害 那如何去避免接触跟勇于拒烟 那大家也知道我们今年 去年烟害防治法修法的时候 扩大禁烟场所 所以我们现在室内的公共场所的二手烟 保护率大概已经达到九成六了 那可是在家庭的部分 就不管是成年女性或青少女 其实都发现说大概还有成年女性大概有三成 那青少女的部分大概有接近两成七左右 所以每四个就有一个青少女 其实会有家庭二手烟的一个危害 我们怎么样子来正视这样的一个 关注这样的议题 那来让他们能够关心到他们的健康 WHO统计有75%死亡 是源自于吸烟造成的心血管疾病 癌症及呼吸道疾病 吸烟者死亡率是不吸烟者的三倍 而女性除了健康问题 还可能影响容貌与怀孕 急需大众关注 大家要有一个概念 抽烟不是只有造成肺癌或COPD而已 不止 它跟全身几乎所有的癌症都有相关 因为烟瓶里面四千多种的成分 然后许多的毒素是透过血液循环全身的 所以全身所有的癌症都会受到影响 包含我们十大癌症里面的前三名 乳癌 直肠癌 肺癌 还有我们消化系统的口腔癌 食道癌 胃癌 然后肝癌 胰臟癌 女性的子宫颈癌 甚至是泌尿系统的膀胱癌 肾脏癌 还有我们的急性白血病 全部都跟抽烟有关 只要你抽烟 那你的死亡率就是会增高 不管你有离癌 没离癌都一样 除此之外呢 除了癌症还有什么 吸烟也跟我们的心脏内科 甚至因为我们的新陈代谢科 息息的相关 抽烟的人更容易罹患 心脏病 脑中风 还有癌症 那抽烟的人呢 这个死于心血管疾病 癌症呼吸道的疾病 是所有死因的四分之三 抽烟是不抽烟者的三倍 那同时呢 这个国外的研究显示 吸烟会减瘦 减瘦多久 减瘦23年 女人的天性是什么 是暧昧 对不对 大家看到我就知道 我也是一个暧昧的女生 但是呢 抽烟会造成什么影响 对我们皮肤不好 对眼睛不好 对孔瞎牙齿不好 牙齿会黄 还有呢 其他就是骨鬆 然后这个妇科的问题 还有心血管疾病 针对女性呢 不孕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受孕的几率会减四分之一 就是减25% 那这就在我们的国安危机 少子化晚婚不婚 又在雪上加霜 更加加重 所以一定要戒烟 同时呢 还会增加什么呢 肺癌子宫颈癌子宫底癌 甚至最恐怖的 全国头号女性死亡率的癌症 乳癌 会增加7.2倍 所以一定要戒烟 再来还有呼吸系统 COPT是22倍 以及这个如果同时抽烟又合并 吃这个避孕药 那这个心血管疾病的比率是10倍以上 还有呢 我们女性妇科会提早停经 生育率会被缩减 还有呢 长相 就像组长刚刚报告的 女孩子吸烟会有典型的 我们俗称叫做烟脸 会变老 而且呢 脸会越来越像男生 会变臭 吸烟民众可以善用专业戒烟服务 共同营造健康的身心 家庭环境与人际关系 国建署鼓励女性朋友们 为自己家人或未来的下一代健康着想 由于拒绝烟品的危害向烟收布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